哈喽 欢迎收看Sofia的频道 有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给你们三秒的时间回答 那如果你们想知道在德国如何配隐形 特别是像我这种高度散光 连眼镜都要定制的人 是要怎么在德国配隐形费用是多少 弹幕评论告诉我 我会看到的你们催促的留言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那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 对 我又去打疫苗了 我觉得我在这儿就没有停止过打疫苗 今天打什么疫苗呢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走 首先来讲一下 我不是打完酒驾以后 妇科医生就跟我说 可以打其他的疫苗了吗 但是我中间不是去打了新冠的疫苗 我就停了一段时间没有打疫苗 到11月的时候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我就又去找了妇科医生 妇科医生就要我先打皮虫疫苗 因为拜仁州算是皮虫的高发区 冬天是打皮虫疫苗最好的时候 皮虫疫苗的缩写我放在这里 他一共要打三针 第一针跟第二针是隔四周 第二针跟第三针是隔六个月 你在打皮虫疫苗这一段时间之内 你必须没有怀孕的打算 因为皮虫疫苗是可能 它是会对胎儿有一些影响的 大致注意的就是这些 其他的跟一般打疫苗也是一样的 然后 我为什么要说然后了呢 我打那两针疫苗的副作用还是蛮大的 可能是因为在姨妈之前打 我觉得差点就是快把我送走的样子 打完皮虫疫苗中间不是有六个月 第二针跟第三针的间隔时间吗 这六个月之中你是可以再去打其他的疫苗的 打其他的疫苗就是间隔最好是两周之后 所以我卡在了两周之后 就打了新冠的第三针 现在呢在拜仁州就我们疫苗中心 它门口放的牌子上写的 是你满了三个月就可以去打第三针了 而且疫苗中心的臣命基本上是都有的 我是在疫苗中心预约的 我本来是想在那个流动疫苗车 那个是不需要预约直接去就可以的 结果那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有下个星期的时间 我当时知道的是隔了五个月之后才能打的 好我就去疫苗中心预约了 疫苗中心其实还是蛮快的 我一直以为booster就是那个疫苗的名字 只能怪我英语实在是太烂了 我还是打的我原来的那个biotech 因为最好是不要混打嘛 哇疫苗中心的人怎么下手这么狠呢 我也算是打了非常非常多疫苗的人吧 但我还是觉得巨疼 可能是因为我这次想着 我左手经历了太多太多 我来的时候就没有换过手 一直都是用左手打的疫苗 那我就想着 那我就用右手打吧 结果好疼啊 真的我第一次觉得打疫苗这么疼 但是这一次的副作用 没有我第二针的副作用大 就可能只是头疼啊胳膊疼 就只是这样而已 没有需要你一天都要待着 而且我现在右手已经完全恢复了 但我左手还是觉得隐隐作痛 我大概打了第二针皮虫疫苗 大概隔了有一个月了吧 我还是隐隐作痛 可能接下来我回来以后 还会去妇产科医生那打别的疫苗 如果有什么别的疫苗更新的进展的话 我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谢谢您的频道 谢谢观看